它的收費會比較便宜 但是你如果要把它拉下來 收費比較貴 而且速度會比較慢 總之它有種種的限制 所以最後那一份通常只是想要放進去 但是非必要的情況下 一定到緊急的情況下 不得不用的情況下才會把它拿出來 不然你弄到那一份通常我們就不會再動它 好 這是我們對 下載 有一些雲丹空間的業者它會限制下載的頻寬 有一些會限制每天可以下載的量 有一些如果你是企業用途 它會限制你下載的流量還要算錢 而且費用也不便宜 所以就要依據情況來選擇 因為對企業來說每一份錢都很重要 所以這種錢不得不計價 好 我們講那麼多呢 我想要做到這些完整的備份需求 為什麼方案可以用 首先呢 如果是以公司來說呢 我第一個就先看企業方案 像這個就是一個企業端 經常用的一個套件 叫BAG 簡稱叫BE 它有很多功能 我想要的備份 我想要放到磁帶 我想要放到雲端 它都有 但是它價格也不便宜 但是功能很強 所以如果你是企業用途可以考慮 第二個呢 但是ACONIS也是一個很有名的備份軟體 它有商用的也有家用 它商用的功能也很強大 跟前面那套其實差不了多少 它也可以幫你備份到雲端 好 第三個方案呢 如果你有買一家NAS的廠牌 叫做群輝 Synology 它也有提供這樣套件 而且這套件是免費的 你只要買它的NAS 就可以免費用這個功能 所以它也可以協助你解決問題 對 我想要下一句就講到講了 如果你連花NAS的錢都買不起 那就一定也沒辦法用它 因為你要用它 一定要先買它的NAS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剛剛你會看到前三頁 前三頁的左下角我都放了三頁 這個字眼 也就是說它都是要錢的 那接下來呢會有三套 如果你是個人用 你是家用 你是學生 它是不收錢的 它是免費班 所以你如果不是商業使用 你可以考慮這幾個東西 這幾個備份功能呢 也都做得蠻強的 它當然會有一些功能上的限制 但是對於大部分人 備份情境需求是沒有問題 所以可以考慮看看 好 這是第二套 簡報上面都有 好 這個是第三套 第三套比較多人用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第一套 我覺得它的功能比較好用 我覺得它的功能比較好用 所以你可能要被分到自己的外接硬碟 被分到自己的NAS等等 這些本地端的存放地方 好 雖然我們講了免費 但是真正要解決問題都一定要花錢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大部分人就是沒有錢 所以很多人會踏進開源這個領域呢 會用開源的方案呢 有的人一開始的源頭就是因為沒有錢 然後再開始用開源方案 像我一開始最早也是這樣 那後來用一用之後發現 其實開源裡面有很多不錯的東西 我們談開源的問題會這樣子 除了節省的經費之外呢 我們會看到更多的面向 它可能是自由 可能是開放等等 它有很多方面的訴求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的主題都繼續講備份的軟體 好 我們來講 我們前面提到了 我們為什麼要做備份的情境 那接下來 如果前面的方案不能滿足我的需求 就是我想要找開源的 不用花費的需求 那我就要找分析一下 我想要找的方案 它要提供哪些東西 好 第一個我們前面就提到了 要可以備份到原端 這是我挑選套件的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呢 它可以支援多種目標裝置 也就是說 我有很多種的裝置 都可以拿來當備份的目的端 這樣子我就可以做最有效的運用 我可能有外接硬碟 我可能有一台NAS 我可能一台舊主機 我借了一台SFTP等等 如果我現在有這些東西 都可以拿來運用 我又可以省下更多的成本 就是不要浪費 好 我希望呢 我找這個套件呢 它有很多排程的功能可以運用 我可以做不同的設定 例如說我想要一天備份一次 或一天備份三次 或者是一個月才備份一次 或者是依據各種不同的情況去觸發 要不要備份 或者是一個禮拜裡面呢 只有禮拜幾要備份 我希望靈活一點 好 備份出來的東西呢 我希望它經過壓縮 當然這絕大多數備份管理都這功能 壓縮就容量比較小 你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好 檔案的備份呢 但是我們還要記得 要防止資料外洩 如果我因為備份呢 導致資料外洩呢 就得不償失 你可能備份的是 你個人的重要資料 例如說你的密碼 你的金融卡資料 你的個資等等 結果呢 你可能放了一個外接硬碟 結果外接硬碟 帶出去遺失了 別人就把你的備份檔拿走 就是做其他用途 那就不妥 所以呢 我希望我找的套件呢 它除了幫我備份之外 還可以做加密 所以說呢 就算我的納斯被偷走了 我的硬碟被偷走了 我也不怕資料會不見 會被別人盜用 那當然對企業來說 這個就更加重要了 企業的東西 如果不加密的話 帶來的商業損失就很大 好 既然做了備份呢 一定要可以還原 那可以還原 我會希望 我找的這個套件呢 它的還原要 介面要設計得很方便 那很方便呢 就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在還原的時候 挑選時間點 你想要還原哪一個時間點 那個時候備份的資料 再來呢 選了時間點之後呢 我希望 在這個介面裡面呢 有一個選單 讓我可以選 我想要還原 哪一個目錄裡面的哪一些資料 可以簡單的瀏覽 再還原我要資料 不需要全部還原回來 這樣可以加快效率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呢 如果你備份的量很大 例如說我有很多檔案 備份它可能打成很大一包的備份檔案 例如說可能 我今天有個硬碟 可能兩TB好了 結果備份出來 可能經過壓縮大概佔了1.5TB 那這樣這個備份檔很大 你把有些地方丟不進去 例如說Google Drive 一天它有限制單檔是多少 我忘記了 如果你 應該有人知道 好像是 好像是5TB 單檔5TB的限制 所以你的備份檔 如果超5TB 它就不能丟 那所以呢 我們的備份軟體 也要支援這種切割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分段丟就沒有問題 那這個備份軟體呢 一般的人可能用Windows比較多 但是因為我們用卡源的人 會用比較多種不同的作業系統 所以我希望它可以多種平台的支援 我希望它至少要支援三個 Windows、Linux、MacOS 因為我個人也是最常的這三個 如果是在Windows上面呢 要備份資料 這個軟體必須要支援陰影複製這個功能 你才能把一些被 特殊軟體在使用中鎖住的東西 你才備份的出來 例如說Outlook這個熟信軟體 你在開著它的時候呢 它信箱的那個pst檔 你是沒辦法備份的 它是鎖住的 所以需要它支援陰影複製 你就可以把它備份出來 好 講到那麼多需求呢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要找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有什麼解決方案 就是今天要講的 那商案啊 我們找了開運軟體之後呢 找一找我忽然就 其實我也找了很久 好幾年前 那個時候就被我找到這套軟體 它終於能夠解決我全部的需求 就是Debocality 2.0 它本來有一個舊版1點多 它的長相跟功能沒有現在這麼好 它是全新改版這個2 就幾乎可以全面滿足我們的需求 好 這個是技術資源 如果對程式有興趣呢 它是用C-Shop開發的 它是基於Darnet Framework運作的 這個很有趣喔 Darnet Framework 這個東西是微軟開發的 所以理論上它只能在Windows上面執行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跨平台 好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有興趣的話可以研究它的原始碼 你就可以download下來 所有的功能都在裡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你安裝完的第一個介面 安裝完之後等一下後面會講怎麼操作 各位如果看簡報就知道 你其實一進來就看到中文 它本來是只有英文的 其實我看得懂不能繼續用 但是有一天我就覺得自己用一用 看得不太舒服 所以把它做中文化 所以你現在下來最新版 是完全法體中文的 因為它改版很快 所以可能某些新的功能出來之後 它的那個詞我還沒換成中文 但是那個應該過幾個版本就有了 所以我想第一個呢 語言的門檻就降低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第二個呢 它是用瀏覽器開啟 所以你只要安裝完 你只要瀏覽器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管理 好 接下來的介面 它的介面就很簡單 就左邊這幾大功能 我們剛剛提到要支援很多種備份目標 它支援了很多 這是第一頁 那個不小心 剛才它的感覺是 我們這一頁就要來講 要這樣設計的壓力 對 那那個 假如說我們不是很相信 我們intranet的話 假如它這個是用 那個webserver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加https 去處理這個管理的事情 你是說剛剛那個網頁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它管理的介面 好 這個後面會提到 我先簡單提一下 第一個它可以設定密碼 第二個它可以限定IP來源 那第三個 目前它還不支援https 但是我們有看到它在未來 管理介面上支援 所以你如果真的強調安全的話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要進入它的管理介面 請再安裝這台本機直接連線 就不用跨網路了 目前是這樣 好 剛剛提到很多備份的目的端 那像這個本機 知道起來就是放到本機 例如說你有隨身點 就把它插進來 就把它指定過去 那SFTP 如果你是用NAS 我如果用NAS的話 我是選SFTP 因為它是加密的協定 那有些人放雲端 例如說他用這個 Amazon的S3的服務 那你就可以選S3 好 這裡直接支援了 那這裡的S3是指相容的 其他有些平台業者 他也提供S3相容的服務 那你就可以選這個 像那個 我有幫朋友用過 中華電信 HighCloud它也有S3的服務 雖然說不怎麼樣 但是它的確可以相容 可以用 它真的可以用Depicated 用S3的協定被分進去 是沒有問題 我自己是用Google轉 因為Google轉 有一個好處 它有一個方案 就是你一次買一個方案 裡面五個帳號 你就無限空間了 好像一個月總共花多少錢 一千多還四千多 我忘記了 好像四千五吧 對我企業來說 我一個月四千五 就無限的空間 備分方案 當然是對企業來說 是很理想 那對個人來說 可能是就偏高了 一天最多只能上傳750G 是夠的 而且Depicated有一個特性 它後面的備分 是屬於增量備分 所以你第一次做完完整備分之後 後面的變動量就沒那麼多了 而且它會壓縮 然後它還有重複資料刪除 所以量就變得更少 裡面我用過Depicated做備分的 就是這個 123 這Object Storage 如果你有自己鍵Safe 這種分三式儲存 就可以用這個協定去存 像OpenStack的底層 Kubernetes底層 很多都是Safe 就可以支援 F3部分它就好像四個參數吧 你就填進去填進去 然後下一步就好了 就這樣而已 它做得很簡單 等一下實作之後 你們就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們有帳號的話 S3 然後我還用過的有這個 Dropbox Google Drive Mega我也試過 不過Mega現在是 背後 我記得沒錯 是中國人買走的 所以可能要 如果你個人 有特殊考量的話 就 我上次看行為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上次看行為是這樣 只是我本來就沒在用 所以沒有關係 好 它也支援OneDrive Microsoft 或者SharePoint 也是支持 把其他平台的 轉成Rsync的一個 前端 某種程度上說 那這樣子的話 是怎麼去理解這個問題 就 就剛好看 你這邊寫到有一個 Arclone 就 後面後面 就剛後面 就第二頁 剛才那邊就第二頁 這裡 下一頁 對 就好像我記得 Arclone的話 就比如說你可以把前面的 那一些 一些原備 你說這個吧 對 它能夠把它變成一個 標準的一個 Rsync 的一個 一個協議 某種程度上說 如果能夠支持這個的話 前面那些原因的話 理論上 也應該都能支持 其實主要原因是 Arclone這個東西 可以關閉難用 還是有人搶用 說得好 其實在用Debocated之前 我曾經 用Arclone沒有錯 然後最後 踩了太多坑 最後實在是受不了 所以我就放棄它了 所以是這樣來的 對 對 Gooogle Drive的話 因為不是很多人在備份嗎 然後它好像其實是有不同的API key 然後Google Drive 它的那個主key 他們說容量已經基本上已經 就是說已經用的差不多了 就換句話說 如果說你用那個主key 就是默認的key去備份的話 那個速度可能是沒有辦法達到你這邊 寬頻提供商量的這個速度 可能得自己開一個的話 會更快一點 但我具體不知道這個東西是怎麼做 但是好像是有這麼一個問題在存在 這個問題應該是你的地區性的問題 台灣用應該是還好 它直接有的對應的結線 然後至於頻寬量 基本上不會很差 基本上都可可可的到 你吃到乾為止 在我用Google Drive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它每天有750GB的上限 當你一達到那個上限 那個速度就會低到幾乎動不了 如果在那之前 因為我公司 我讓它上載的那個線路 它是100MB 所以它幾乎都可以吃 再上去我就不曉得可以到多少 我的極限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目前我還沒有看到感覺會被限速 只是我不曉得 你那邊遇到限速大概速度是多少 主要還是因為 本身Google服務不能在大陸地區直接用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美國 然後當然 他可能我那朋友那邊是一個對等的 我這邊的話是大概1000MB 對50MB 所以其實瓶頸主要還在我自己這裡 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的網絡你自己用 或者說公司也還有別人要用 然後你就大流量上傳的話 這個網就體驗會很糟糕 沒有關係 劉沛KT支援頻寬限制的功能 所以我會在上班時間呢 把它限制一定的頻寬 就不會吃太多 海明鏡好像看到 剛剛提到跨平台 所以它支援 我剛剛提到至少這三個 Windows、Linux、MacOS 但前面我提到 它是C-Sharp 它是Darnet開發的 為什麼它可以運作在後面兩個平台呢 因為在其他平台上面 有一個專業叫做Mono 這個Frontwork 其實就是這個Darnet在其他平台實現的版本 Mono現在被微軟買回去 所以支援性是越來越好 其他平台C-Sharp的二進制其實也能夠跑 但是Core現在應該3.0要出來 3.0應該會更好 還是4.0 最新能要出來 不過可以提到 它不是用Core的核心開發 所以它沒辦法直接用它運行 請問一下子 因為以前我開發Unity的經驗 它的底層在C-Sharp的東西 我們在Lena上面是跑適用 您剛講那個Mono Mono 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它在某一些低階東西處理不好 然後我不知道Dubcati 它應該沒有用到這麼低階 但是我想請教就是說 就是Dubcati用到的地方來講 Mono資源夠不夠 因為像我在Unity方面來講 C-Sharp的一些東西是 Mono譬如說3.0是OK的 但是因為那邊 implementation的問題 所以做起來很爛 那我不知道Dubcati 它應該不會用到這麼多 那我不知道說您用的經驗的話 它Mono在Lena上面跑起來 會不會有這些自在的難行 還是說其實都OK了 我先出現下一個東西 我一起講 在我的情況下 我還需要讓它在FreeBSD上面運作 官方沒有資源 但是我是手動把Mono裝到FreeBSD上 所有的FreeBSD上面也可以用 所以目前四大平台都可以用 那目前我的經驗是這樣 我用的最多的其實是在FreeBSD上面 Mono對它的資源應該是遠遠低於其他作業系統 但是我用起來呢 我應該用了好幾年了 而且我上載的檔案量都很大 都是幾T十幾T以上的備份量在傳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問題 這是我的經驗 所以我只能從使用經驗 那因為它的Call 我就沒有去深入了解到底到什麼程度了 那就是說這幾年下來呢 它的備份是穩定的 沒有問題的 我剛剛已經把這張講完了 就是說它是用Mono在系列平台上面運作 因為一般通常來講 就我們做備份 做這種異地備份等等之類的 備份其實是最簡單 通常比較不會出太大的問題 通常問題都不是在備份 通常問題都是在restore 我想問一下 這套它restore的部分的話 你目前在操作使用上 像一般通常來講 如果說同平台的話 通常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那如果說是今天要restore到 異地平台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Debucati 它是file level 檔案層級的備份跟還原 所以 它是用標準的檔案系統輸入輸出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還好 所以呢 我剛剛提到它是檔案系統 層級的備份跟還原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拿它直接備份你的作業系統 然後想要還原到另外一台開機 它是不行的 它是檔案等級的 好 好我們等一下先講一下它操作的東西 最後呢 再讓大家 就是可以在這個現場實作一次 先聽我講完 第一個叫做安裝備份轉引 它的安裝非常簡單 你只要下載 一直下一步就裝完了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會下載 只要會點檔它的執行 然後一直下一步 就裝完了 好裝完之後呢 如果你是Windows呢 它會在開始功能表裡面 會出現一個捷徑 那MacOS會在啟動器裡面 會有 Linux也會有 那裝完之後呢 你只要把它點起來 它就會出現在系統列上的一個圖示 那你在圖示上面 右鍵的Open 它就會打開瀏覽器 或者是呢 你把它執行之後 把它點了之後呢 自己開瀏覽器也可以 它預設的POSE 8200 然後再關聯 打開之後呢 就會出現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 那個主要的介面 今天主要介面呢 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備份作業 那怎麼建立呢 最左邊功能表一個叫備份 點下去之後就會出現這個圖 這個圖上面就有一個引導 12345 這五個步驟做完 備份作業就完成 好 這個地方呢 這個名稱跟說明 就不用講 然後這可以選加密房子 它有兩種 一個是AES256 另外一個是你可以自訂PGP GPG還是PGP 你常常都念反 好 那下面就是密碼 這個密碼指的是 產出來的備份檔的密碼 所以你設的越複雜 就越不容易被人家破解 那你在輸密碼的時候 下面它會順便給你建議你的 密碼是強還是弱 好 這裡打好了 就在下一步 這再來到第二步 它跟一般備份軟體不一樣 一般備份軟體的 通常是先指定 來源是 要備份的是什麼東西 下一步還是指定 要備份的目的地是哪裡 那迪伯克提呢 反過來是先指定 目的地是哪裡 所以有時候一開始 你如果一直從別的軟體跳過來了 你會弄錯 你會搞成說 要先選擇來源地 然後在那邊備份地 然後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應該是不會 但是還是要留意一下 注意看 這裡很大隻喔 這是備份目的地喔 不要選錯 不行 一個備份作業呢 只能選一個目的地 如果你想要備份好幾個地方呢 你就要建好幾個備份任務 那建備份任務 你有好幾個方法 你可以等一下會提到 它會出一個東西 你再把它貼回去 就是一個新的任務就出來了 好 我們有三個人 好 這個目的地呢 類型就是前面提到的 有很多可以選 你要備份到哪裡 那當你選了這個東西 選擇不一樣的目的地呢 下面要輸入的框就不一樣 會依據你的服務不同 例如像GoogleJoy 它就只需要填入這個ID 這個ID呢 如果你不曉得ID是什麼 這個按鈕點下去 它會有精靈引導你 怎麼把那個ID弄出來 然後它會自動填回來 那像如果你是S3呢 就把那四組 應該是四組吧 四五東西它會欄位 一個一個填進去 就可以了 那聽完之後 都有一個測試連線按鈕 如果測試沒問題 那就OK了 好 再來是來源資料 你要備份的資料是哪裡 這一步才是喔 不要跟錢不弄反 第一個做法呢 是你在這個檔案瀏覽器裡面 簡單去勾選 看你要備份什麼東西 或者是呢 你明確的知道它是什麼路徑 你直接把路徑貼進來 然後按後面那個按鈕 它就會把你加進來 它就會把你加進來 所以有兩種方法 那下面的例外呢 你可以去例外 例如說你要排除隱藏檔 你要排除系統檔等等 那篩選呢 它有一個條件 你可以自訂說 哪些容量的標備份 或者是哪一些 含有特殊 你指定的名字標備份 它裡面的條件蠻多可以設定 這是為什麼 這個有請問一下 另外我今天還在這一個 這個嗎 這個 這是你 不打到 這一種 你怎麼可以做 然後我發現 這一種 我們今天上次 我要不要再重新講一遍 好 麻煩 就是我的那個備份的軟體 應該是Linux-based NOS 然後我要把Windows NTFS 3G 對 NTFS 3G的 Mount的東西 copy過來 但是我記得當時有一些 特殊的符號 就是沒有辦法備份到Linux上面 所以我有conversion 喔好像是 不是Space是ok的 不知道是什麼underscore什麼之類的 你的情況是因為你要從Linux的主機上面 去備份一個 你掛進來Windows的檔案系統 但是如果是deblocated 你會把deblocated這個軟體 安裝在Windows上面 然後在它上面設定由它備份到Linux上面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檔名都是打包在它的備份的清單裡面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Windows的NFS的實現 裡面對於Unicode的相容性有問題 對 這個的話如果說我不清楚 如果說你想可能去避免這個問題 其實最好是把 Windows它有個地區設置 地區設置就是說非Unicode的應用 所選擇的編碼要改成Unicode 但是這個東西會對一些老的應用 比如說我在大陸這邊 然後有一些應用它可能用的是GBK 或者是GB23012 那這些應用的話可能在設置了這個之後 就會變成爛碼 所以這個是Windows的一個 一個一時一時的問題 就是有些老應用 在一些新的環境下或者說你需要 在多個語言環境下切換的時候 就會出到很多問題 這個確實挺麻煩的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不過如果你有Unicode的 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的做法是這樣 它備份完之後 我如果記得沒錯 它在備份目的地 至少會產出三個檔案 第一個檔案是索引 索引裡面就放檔案清單 然後應該還有一個是放它的 它應該有一個list 是檔案清單 一個是索引檔 然後最後一個才是真正放Data的地方 所以它的檔名是放在裡面 它應該是用Unicode放 那所以它放回去的時候 如果你要還原 還原其實就是從瀏覽器下載檔案 那下載之後就是本地的檔案系統的邏輯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我還想請問一件事情 所以你剛剛講說 你必須有一台 在Google Home 那可是我的家庭關係 譬如說 像尚尾組長 我會有講 我會有一個 我會有辦法用 像您剛剛的說法是 每一台都要裝 每一台都要裝 對 那每一台要裝沒有關係 但是我可不可以充 所以 假如我備份的話 我每次要發三個不同的 或者十二個去備份 還是我別組 你可以備份到 同一台伺服器上面就好了 例如說 假設你有三台主機要備份 但是我這台NAS想要拿來放備份檔 我可以把這三台的備份都指定到這台NAS上面來放就好了 然後你可能下面再分不同資料夾 例如說PCA PCB PCC 然後再分別丟進去就好了 好 那再來第四步就是排程 你要哪些 依據你選擇這個重複執行的這個邏輯不一樣 它下面可以選擇的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自己指定 那最後一步呢 這個選項 第一個 這個就是我前面提到檔案切割 要切多少 每多少要切一個檔案 那每多少一個檔案呢 還關係到備份的效能 如果你的情況是 很多的小檔案 那你的區塊不要太大 如果你是大檔案呢 區塊可以設大一點 沒有一概論的參考 因為我在不同的主機上面測出來又不太一樣 所以要自己試一下 我給我今天提供參考 我有一台VBSD 我上面的檔案 每一個都是超過1TB以上 所以我的備份呢 在這一台上面 我的區塊大小 我會設成500Mb 因為我試過 如果設成預設的50Mb 效率沒那麼好 我會把它設成500Mb 那我有另外一台Windows Server 我是做VIO Server 裡面很多小檔案 我發現用500Mb 它備份起來的效率跟效能很差 也會浪費空間 所以我把它設成用50 預設的50 官方有一份文件專門講這個東西 但是它全部英文的 我K一K 後來就忘記內容 它有專門講這個東西的 這個備份數量呢 有好幾個可以選 選了之後後面有不同的參數可以挑 例如說你要保留最近7天的 你要保留最近7份 它有好幾種可以選 它後來長出一種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選 或者你懶得選 它就給你一個叫做智慧管理 這個剛好做中文化 就可以寫到後面 它會幫你每7天會保留 每4週會保留 然後每1年再保留一份 如果不想思考 就選這個智慧 這個懶人包選下去 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進階下面很多選項可以開 這個等一下後面會講 好建立備份作業講完了 就5個步驟而已 1 2 3 4 5 就做完了 而且其中有兩個步驟 你幾乎不用動腦 像這個步驟你就按智慧管理 就下一步了 上一個步驟你就預設著排成 你就每天都給它打勾就好了 那還原要怎麼做呢 還原也很簡單 也是下一步 它步驟更少 還原呢 就你從左邊先還原 先點進去之後 右邊出了這畫面 如果你已經建立好很多備份的作業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選 你要備份哪一個 好這個是正常的做法 正常的做法是 你想要還原的時候呢 你原本在主機還是正常的 所以你可以去選 本來的備份作業 要從來的備份作業裡面去撈還原檔 那這個的用途是 你之前有把備份作業的設定檔 你有匯出 可是你原本這台主機已經 crash掉了 所以你沒辦法直接運作這個系統 所以你是另外灌一個系統 在這台電腦上 或者是你可以 把Devocate灌在另外一台電腦上 然後呢 把原本舊電腦的設定檔 匯進去 然後在這台新的電腦上面呢 去還原這個電腦原本的備份檔 好再說一次喔 假設我一台電腦 A電腦 我做的備份這些都弄好 他有備份 他有備份到那個NAS去 那今天呢 我的A電腦可能掛 但是我想要拿裡面的備份檔 所以呢我另外灌了一台B電腦 在B電腦上面呢 也裝了Devocate 然後把之前的設定檔呢 我就把它匯入 所以他有之前A電腦的 備份作業的設定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B電腦上面去執行 還原的作業 去還原原本 A電腦 備份在NAS上的檔案 這個也有問題 關於設定檔衝突的話 會不會 設定檔衝突 不會啦 如果你已經有設定檔的話 你會進去 他會叫另外一個名字 他就長一個新的作業出來 沒有 我可以說 好 假如說 我 在Windows來有一些討論的設定 算是系統的設定檔 那應該不是我們Data 但是我們把它備份 OK好 謝謝 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說我們謹慎 起見的話 我把這一台電腦 譬如說Windows 他一些設定檔 我也備份起來 那 可是我裝了一台新的系統 A crash掉對不對 我裝了B B的那個設定檔 可能跟A有一點點差異 那我現在的Override上去的話 他碰到這種衝突的話 他會把它蓋掉 他說他變成 譬如說 A的File 1 那個Dash 1 他會多一個檔名 因為有一些東西 他們會產生新的檔名 他有幾個集資 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還原到新的路徑 不要還原到本來的路徑 第二個 你可以還原到本來的路徑 那他會問你要不要覆蓋 你可以自己指定 所以還原的時候他會問 等一下有一個畫面 就剛好在講這件事情 請教一下 他是MSI的檔案格式 那這樣子的話 他應該就可以用AD部署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可以 我看到官方論壇有人問 他用AD去部署這個軟體 遇到一點小問題 所以應該是可以 但我沒有試過 因為我的用法 其實我也不用安裝 其實他也有壓縮檔的 不用安裝的版本 你直接把它拉下來 直接質詢就起來了 你也不一定要安裝的 沒有 我的想法是說 對不對 如果可以 以用AD部署的方式的話 我知道你想做什麼 我檔案直接做 然後密碼直接統一 直接 全部加密碼 可以 我AIS的話 後面我只要去 遠端 路徑進去 我就知道他 督到哪一個指導夾 是全部都 有 這件事 我有講過 他有提供MSI檔 理論上應該可以 但是我真的沒有試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你這個需求 同時衍生出另外一個需求 有人提到一個問題 例如說我公司有10台電腦 我都裝這個DEPLKD 所以我要管理這次來設定 我要一台一台連進去對不對 所以有人提到 中央管理這件問題 好現在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有第三方開發一個中央管理 但是功能不齊全 不好用 第二個官方有提到說 他們要開發 但是什麼時候會出來 不曉得 那你也可以自己開發 你也可以自己開發 比如說我們在筆記本電腦上 用這個東西 那可能希望他在 比如說沒有插電源 或者說沒有連到手機網絡的時候 不要進行備份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它裡面有一個跟休眠跟電源相關的設定 OK 裡面有一個選項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 你們問的問題都相當的實際 剛好還好這個軟體他都考慮到 好我回到第一個問題 不是前面講完了 這個項目還沒有講 最糟糕的情況是 你的A電腦壞掉了 你也沒有把設定檔匯出 請問我要怎麼還原 沒有關係 用第一個最後一招 你選了這個之後呢 他會告訴你 你原本的目的地在哪裡 他會直接連進去去把裡面的一些 所影檔設定檔通通挖出來 你就可以還原了 還是可以 我想問一下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事實上他備份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把設定檔一起做備份 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他不會備份自己的設定檔 但是他會有一些必要的資訊會帶過去 所以你要從 你的目的地直接去還原檔 還是可以的 只是你的步驟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OK 有點像leap file這樣 直接把各個人所需要的備份檔 拉出來 有一點類似的 但是他裡面會有所影檔 還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所以不會讓你大海撈針 好 這樣清楚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下一步了 好 下一步就剛剛有 不管你選哪一個 你一定最終會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你先選時間點 如果你備份了有10個時間點 他就有10個可以選 所以你就很容易知道 你要還原什麼時候 你選好之後呢 下面就有一個游覽器 你要還原哪些目錄 或者要講究打勾 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篩選檔案 你這個打下去 這誰打即早 你一打 他就馬上把你的東西篩選出來 所以很方便 好 這個好了之後呢 就在下一步 下一步就剛剛有朋友提到的問題 你想要還原到哪裡 原始位置就是直接蓋到本來的位置 那如果本來的 你要還原的目的地已經有檔案怎麼辦 你可以選擇複寫 或者是他自動更名 好 抱歉 我用這套軟體 有一個疑問 我從A台電腦B電腦到B電腦 我B電腦要開這個檔案 那是不是一定要關這個程式才能幫它打開 因為我看過它的格式跟一般格式不一樣 那我B電腦只要是說 如果說是金鑰是一樣的 B電腦的軟體可以直接開它的檔案嗎 還是說它有另外的tools可以直接開 不好意思 你說的檔案是指它的什麼檔案 你說它備份出來的檔案 檔案是它自己專用的格式 你的意思是說它產出來的備份檔 你不想用它的系統去開 你要自己用工具去開 其實可以 它就是標準的ZIP檔而已 它只是加密碼 可是我發現如果沒有加密碼 它也不是標準的壓縮 因為它裡面 因為前面提到 Debocati為了做好幾件事情 第一個為了壓縮 第二個為了增量 第三個為了重複資料刪除 所以它不是把每一個檔案放進去 它的格式是它會抽取 它會計算過把哪些data抽取出來 放到這壓縮檔裡面 所以你直接從裡面沒有辦法拿到 民耀的檔案 因為可能被分散在好幾個地方 所以它有一個縮影檔 它要從縮影檔去把民耀檔案組回來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我另外一台要接檔案的話 建議是另外一台也是要灌這個程式 然後再拔 再拔的那個檔案 摟進來 然後再做解開動作 對 它就會有這個介面 你就可以選檔案選目錄 它這個結構就會幫你撈出來 你也可以自己撈那個結構 但是有點辛苦 它的格式都是開放的 它都是用很標準的東西去做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重新刻一套全新版本 就不可以提出來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的原理應該是 它怎麼去計算整量 它就每次對這個檔案去切好幾個區塊 然後去對每一個區塊去做hash h值不一樣 它就認定是新的 所以我就把這一塊抽出來 然後把Data放到那個備份檔裡面 它是這樣來比對 我想問一件事情 這個可能不常見的情況 萬一 其實如果不是同的電腦 但是它的那個電腦 它那個其中的電池 是想 但是我當時也是意料的話 還原會不會出問題 應該是在你還原的時候 你的時間 你選的時間點 就是你後來錯誤的時間點 它會存錯誤的時間點進去 它是依據這台電腦時間存的 所以說你這台電腦時間錯的 它存進去的時間也是錯的 比如說我們經常遇到一種情況就是 比如說我這台電腦這個進程開著 對 然後比如說磁盤壞了 導致它自己的數據庫出錯了 對 這種情況它能夠正確處理嗎 他自己的數據庫 它有兩個機制 一個是修復 如果修復不了它有重建 它可以從備份目的地的清單 再重建一份回來 哦 那我覺得是可以的 對 但它重建比較花時間 因為它要把全部的清單檢視過一次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 我有預估 但是情況很少 如果我本地放這個Deprecated的 它自己的資料庫損毀了 那我會重新再建一個作業 備份作業 然後我在目的地指定不同路徑 就是重新再繼續備份這樣 好 這是還原 你這些東西都做完之後 就點最後這個步驟還原 它就把檔案幫你放下來 好 注意看 我現在這一頁是要講說 上面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意表版的圖案 就是說如果你剛剛前面提到 因為備份會很吃你的頻寬 那如果你是上班時間 不想影響到其他人 你就點右上角這個按鈕 它可以幫你限制頻寬 點下去之後出現這個視窗 你可以分別去限制上載跟下載的速度 那就可以解決你這個持頻觀的問題 好 這點就大概幾秒內就生效了 你就可以看到你那個流量的圖表就變化了 如果說按照你這樣使用的話 應該一個公司內應該不只一台 你會不會先把所有檔案先集中到一台 很好的問題 後面有兩張圖就是在解釋這個架構 等一下我們從圖片來講比較快 你這個用得很深喔 連這個問題架構都已經想到了 好 我們來先講一下 我們既然備份作業都見完了 也知道怎麼還原 那總是要把它備份作業要匯出一份嘛 會比較方便 你沒有備份也可以啦 只是你到時候還原步驟比較多而已 你就去點你的備份的那個名稱 走一下喔 你要還原作業就是你點 這個是你的備份名稱嘛 你就這個點一下下面會長出很多功能表 有個叫匯出的 你點了匯出之後就會來到這個畫面 我很喜歡其中一種備份的匯出的做法 叫做顯示為CAMPEDLINE 如果你是顯示CAMPEDLINE的話 它會是長這樣子 你只要把這算複製下來 這個就是備份作業的完整的路徑 你可以直接貼到你的命令去執行 它就真的會做備份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用它產生指令之後 不要透過它自己做備份作業也可以 你這個你把它複製下來 你之後要 如果是你設定檔有問題 你要重新匯回去嘛 你再建立一個新的備份作業 建立匯入備份作業 然後把這算貼上去 你的備份作業就回來了 把備份複製起來 把這邊複製起來 假設有一天你想要 你這台重灌了 你想要把備份的作業再弄回去 就選匯入 然後把這串貼上去 備份作業就回來了 但是這個呢 如果你有設定密碼呢 你這一串要特別保存 因為密碼就寫在 欸 欸 欸 喔 對對對對 密碼在這裡 是明文的喔 然後如果你是雲端的key 它會寫在這裡喔 像是鍋抓寫在這裡喔 所以這一串很好保存喔 要不然就只要外洩 所以呢 你可以用上一部備份到檔案 然後密碼遺放棄 然後最後給你加密的檔案 你這個匯出的備份設定檔 它本身也幫你加密 所以就不用怕被人拿走 但是密碼還是要記得啊 如果密碼再忘記 寫著密碼那也沒辦法啊 好 我從頭再講一次 我們匯出備份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 它直接產出剛剛那一串給你 第二種 它會產出一個加密的檔案給你 所以你到時候要匯入的時候呢 也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 把第一個步驟匯出的那種貼回去 就好了 另外一種呢 是匯入你匯出的這個檔案 匯進去 兩種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一個是直接整串文字給你 一個是把內容加密過給你 因為假如說你那個是一個你可以拿來變相的做法 但事實上你還是把它插回去用它的功能來做會比較好 那是有時候我例如說我要做一些特殊應用 我想要做一些特殊的參數或做一些特殊的執行 所以我會寫成是去呼叫剛剛那一串 要不然盡量用它的介面是比較保險 這個是匯出所以你可以 例如說像我有一台主機 我上面的備份作業鍵的十幾個 所以我一定要匯出 不然我到時候重建我就有點痛苦 這個是設定匯出的部分 再來系統設定 它有幾個中央系統設定 我是建議各位一定要開 第一個是密碼 剛剛提到你安裝完之後呢 開瀏覽器就可以直接進到管理界面 這時候是沒有密碼的 因為它只限定local host可以連 所以其他電腦連不進來 所以你本機沒有設密碼才OK 可是今天呢 你如果想要在別台電腦也可以連進來管理 那你就會勾選原段存取 那你就要設密碼 要不然大家連到這個IP 就進到你的備份操作了 所以這兩個我都會打開 那麼你也可以限制 哪些主機可以來臉 它的POW是8200能改嗎 可以啊 可以改 要進它的設定裡面去改 要改設定檔 設定檔好像也是明文的 我很久以前有改過 它有沒有改革 所以我不曉得 我以前有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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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改過 進一步設定 然後用Mac Mac 沒有 沒有 它只有IP跟DNS 那這樣子你可能就從防火槳來做了 反而還比較快 它下面還有很多設定 重點是呢 剛剛我們在看很多地方 看到進階選項這個功能 進階選項你一點下去 它會長出一大堆功能 好像幾百項吧 其中有幾項我覺得比較重要 像這個 你可以決定備份作業之前要先做什麼事情 備份作業完成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想要 例如說你想要做某些檔案做處理 或者是你想要先Copy什麼或者想要轉換什麼 執行完之後再開始做真正的備份作業 這個就有實用 當然看每個人的情境 你也可以讓它發通知 HTTP的話就可以Call API 如果你有自己的提醒服務 你就可以讓它通知 備份結果 或者是備份開始 它這個東西有的地方還沒有中文 是因為還沒有做到那裡 它要翻譯的東西很多 我先挑比較重點的先翻 通知也可以用郵件來發 謝謝 請問問問說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沒有在Windows上面做過這件事情 我有用它的RunStripper 我是在 FreeBSD 跟 Linux 上面做 所以 Windows 上面會不會跑東西出來 我就不曉得了 因為我的 FreeBSD 跟 Linux 都是沒有 X Windows 所以我不曉得它會不會跳東西出來 我推測應該是不會 據我推測應該是不會 給大家試試看 這個我就沒辦法講了 所以你應該是希望它不要跳出來吧 我們有一個同事他在 Windows 上面 他自己有寫一個 Run Secure 他在備份作業之前 他會把它要備份的來源的資料 他會下一行直接把裡面的 Theme 檔全部刪掉 再做備份 他有這樣用 因為有時候 Theme 檔他不需要備份 所以要先把它幹掉 那個是 Sub-System 的話 理論上可能也可以用裡面的 Linux 來跑 理論上也可以 但是首先你還要在裡面 穿著 Mono 對對對 這樣好像有點浪費效能 對 這樣那是要有一些文件事 好 好 Mono 能不能在裡面跑還是一個問題 Mono 應該是能跑 但是是這樣子 因爲 功能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 Windows 裡面 都沒有實現完成 然後 XS要用的 一些 Windows 用不太 沒有用到的 而且要在這個功能 所以這些東西 已經炒了之後 會不會找到這個問題 對 最常見的問題 他有一些東西沒有實作 會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還是不要在裡面試好了 他的指令 新的問題 他指令 他指令 歡迎勇者嘗試 歡迎勇者嘗試 好 這個 有計畫要做了 還沒有時間做 我預計是要結合 把它丟到那個 我送另外一個 open source 叫 Libra MMS 我想要把它丟進去之後 再透過它發 tail滾出來 或者是 Metamasker出來 告訴我說 開始做備份了 備份做完了 類似這樣 還沒做還沒先做 不過呢 我在國外的 我在GiHub上面看到 有人實作了一個東西 可以讓它做完之後 發tail滾出來 那還有另外一個人 實作一個套件 他可以去 monitor 每一個有安裝 Debocati的裝置 它的備份的狀態 但是聽說有蠻多問題 在廣告論壇上面有人討論 可以去找人看 我是沒有叫 Debocati版本其實更新很快 它更新也很簡單 它跟什麼做呢 就是 它常常會跳出你 問你要不要自動更新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手動來點 先點這個關於 然後這裡有個檢查更新 點下去呢 它下面就會跑一條 檢查說有沒有新版本 有的話呢 你就按下 因為我是 它一開始按鈕叫下載 你就點下載 下載完之後它變成安裝 那點安裝之後 就裝完了 對不對 它下載裝 然後安裝 就更新完了 所以它更新蠻簡單的 你這邊的更新版本 假設我在更新之前 我去把那個備份檔下載下來 然後 然後 那我可能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去更新了一個 這個 這個軟體的版本 那這樣子 我到時候 我要做還原的時候 那我這個 下載 之前的下載 那個備份檔 可以 可以還原嗎 你說 你有匯出設定檔 是不是 不一定 不然你就是 還原設定檔 或者說你還原 那個 一個檔案的時候 那 你 這個版本 會不會 相容 對不對 不會啊 它有向下相容 我試過很新很舊版本 都沒有問題 它有考慮這個問題 倒是還好 確定的 我試過了 我從它很早期的版本開始 我就只能用到現在 好 接下來講 我的用法 就剛剛朋友問到 我的那個架構是怎麼做 最基本的用法 就是你有一台 你有一台電腦 你就安裝它 那你可能想要備份兩個地方 你想要備份到NAS 跟備份到Cloud上面去 這順序錯了 那你就知道嘛 你就把它裝好之後呢 先建一個備份作業 備份到NAS 再建第二個備份作業 把它備份到Cloud上面 這最基本的用法 或者是你用的NAS 功能不錯 如果像你是買群輝的 QNAP好像也有 你也可以 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做這一段 你可以讓它備份到那裡 然後再讓NAS自己 丟到雲端去 也可以 沒有 那這兩條線 我都要各自組定 我沒有 沒有 你要分兩次做 好 這個是我公司的一個情境 先講上面這五條線 就是 我會用一台Freenas做Storage 然後呢 上面是我的虛擬化平台 Foxmas VE 就是類似VMware XI之類的東西 那所以呢 它是共用Storage 是用NFS 通通怪這一台 所以呢 我就需要 我最重要的就是要備份這一台 它備份這一台呢 跟Deprecating沒關係 因為Freenas是ZFS嘛 所以我用ZFS的那個 Deprecation的機制 就是Send Receiver的機制 它就會定時把快照 通不過來 所以呢 當我要丟到雲端 所以我現在 在我的機場裡面 已經有一份備份了 然後呢 我再從這一台去丟雲端 這樣就不用吃這台的效能 從這台備份機 再用Deprecating把它丟到雲端 是這樣做 比如說 PVE的話 用的那個 存儲是用的 LVM的存儲 還是說 還是說 做了一個 比如EXG4 然後把所有虛擬 做成那個 比如說 QCode 或者是RAW這樣的 文件去 好 我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我是Share Storage 所以呢 這台裡面它是ZFS 然後呢 它做NFS Share了出來 所以呢 這五台呢 是用NFS去把它Mount起來 那我放在上面的VM Disk呢 格式我是用QCOW2 哦 還是以文件的形式在存放的 對 這個方法呢 是為了備份方便 但是犧牲效能 不是 因為我在我的環境呢 效能犧牲是可以 犧牲的程度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備份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是這樣選擇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我其實我也在用Freeness 然後就是說我對Freeness有一些機制 還不是特別理解 就比如說我裝一個Transmission 然後我發現Transmission 它有一個自己的獨立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GL的那麼一個空間 對 那比如說我下了一個文件 然後這個文件 我發現 就是說那個獨立的空間 我通過比如說我掛在那個MNT下面 那一個 比如說我有個ZFS的一個Pool 對 我好像沒有辦法直接訪問到 那麼一般來說正確的訪問方式 就是比如我要下載那個 我要去訪問 下載到那個文件 應該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它的GL應該是在它的MNT下面 它會Store名稱 然後下面應該是開一個DataSend 然後下面應該是開一個DataSend IoPage好像叫什麼 對對對 在下面嘛 它應該會再切分出來這個GL的目錄 那但IoPage那個東西 好像是一個比較特殊 跟GL相關的一個 對 一個ACL的一個權限 然後我 那這樣掛載的時候 好像又會有不少問題 你是沒辦法在你的Freenas的host層 去抓檔案嗎 就不太 就掛不上去 我現在主要問題是Freenas 像這個ACL比較混亂 就是之前也有切過 一開始用Unix 後來發現好像有點問題 換成Windows 反正最後就是碰到那個 有幾個目錄可能用它的用戶名 密碼然後就掛載不上去 就經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你是要用什麼東西去掛載這個目錄 我主要是Mac上的那個自己帶了 SMB的那個實線 或者Windows的那個 你用MacOS要用SMB去掛載那個GL就對了 對我想掛載結果發現這個很難掛載 然後嘗試去把那個東西軟鏈接到那個 可以掛載的地方 但發現訪問還是 可能用NFS成功率比較高 在我的經驗 如果你是在Freenas上面的話 好 這個是一個失憶的架構圖 實際上在我公司的機房 不只放這幾份 公司我的Storage 我是抄一份到這裡 事實上我在機房裡面 它同時還會再抄一份到另外一台Storage 所以在機房裡面有三份資料 一份是主要資料兩份是備份資料 然後再抄一份到雲端 所以總共有三份資料 總共四份資料 請問一下就是你那邊PVE是 就是PVE數據匯總到Freenas上 是直接把VM的盤 就當前狀態備份了 還是說用PVE的定時快找功能 來打快找然後備份指備份快找 沒有 這個就是用Freenas上面VFS的機制來做 跟PVE上面的VFS就沒有關係了 那這樣子不是會遇到比如說 VM自己的硬盤操作到一半的時候 數據被備份了 然後還原的時候會出問題這樣 好 問得太好 這份簡報沒放 我另外一份簡報的放 就是在解這個問題 你剛剛提到的一個問題是這樣 我的VM都在運作中對不對 正常情況下我的這個 這台我ZF的信殼過來 它是快照同步過來 這一端沒有問題 這一端不會有問題 因為ZF是COW的Copy-on-Write 格式所以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同步到這一份沒有問題 會有問題的是 我要用Deplicate 把這一份丟出去的時候 如果丟到一半 這裡又信殼一份過來 就出問題了 好 所以我怎麼做呢 前面不是有提到那個Round Scrib 就是在備份作業前 你先跑Scrib嗎 我在那個時候動了一點手腳 既然你問到我 我開那個檔案好了 我們這個問題講完 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像都沒有休息 好 這是一份兩年前的簡報 你剛剛的問題就是這個嘛 Deplicate還沒備份完成 結果ZFS抄一份過來之後 它的file已經被換掉了 怎麼辦 好 我們讓那個 那個Deplicate去叫ZFS的Snapper Shop做事 在福尼納斯身上 第一種手動做法就是 你手動掛載一份快照 然後去備份那個快照點 但這個方法 難道每次是手動嗎 當然是不要 所以我把它寫成Scrib 就是 你要在備份作業之前 你就讓某一個路徑 連結到最新的一份快照 所以當然在備份之後 就是鎖定這份快照做 如果後面有新的過來 就不會影響 因為你還是對著那一份快照 在做備份 這是我Scrib的一部分 我後來再改版 大概是像這樣 這個是這樣 我會建一個資料夾 這是用來連結到 最新那份快照用的 然後就LN-S把它連過去 我會去下一個 去取最新那份快照點的名稱 然後把它連結過去 所以如果後面有新的 不影響 因為新的繼續長不管它 我還是針對這份繼續做 所以就不有這個問題 那就是 那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你備份的數據 直接就是VM的硬盤 而VM是在工作的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 VM硬盤上的數據 是部分 比如說有一個文件寫到一半人 然後被備份出來了 你講的是在PVE上面 VM運作到一半 正在寫的情況下 對 你講這個沒有錯 但是因為它是copy on write 所以這種情況下 如果備份到一半造成的損失其實 並不大 就是因為它是copy on write 所以我會幹這件事情 所以ZFS是一個相當強健的檔案系統 我喜歡它的奇蹤語音就在這裡 這可以舉一個例子 這好像跟主題沒關係 不然我們先下課一下 邊談這個問題 我們下課到11點好了 下一次 下一次 要看主辦單位 我們怎麼辦 我們先下課10分鐘 下課 我們剛剛要討論的 剛剛講到哪裡 就因為你相當於是 虛擬機運行時在給它打snapshot 那肯定會 肯定有機率是出現 我想起來會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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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去年 前年 8月15號曾經發生過很嚴重的大停變 好像停了有超過 六個小時吧 好 然後呢 我上面這套系統 它那個時間已經 超過我UPS能夠承載的時間了 所以呢 就全部都shut down了 很刺激喔 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就是 機器能不能開得起來 還好 機器開得起來 當然我是先開storage 我就把它開起來 確定看起來運作室好 再把上面PP開起來 然後去一台一台開 在想說裡面大概有幾台 我就開始跟同事打賭說會有幾台開不起來 還好全部都開起來了 然後有一些朋友呢 他們用的Storage不是DFS的 就有一些VM就 Disk就死掉 知道從前 那個它之前的備份檔再換回來 這個是其中一次而已 這種情況不只一次 還有一次呢 這個是我們公司附近呢 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忽然跳電 就只有我們那一小區塊而已 然後也是超過UPS的時間範圍 然後剛好呢 那個UPS的電池還沒有換 所以UPS能夠撐的時間 就比預期的還要短 所以他還要無預警的就下大了 所以他還要無預警的就下大了 我有用但是我沒有啟動 沒有因為本來是想要啟動 後來發生過兩三次事件之後 發現電池不會死很強 就不會死掉就沒去動它 反正我還有好幾分備份嘛 對不對 我最多是損失三個小時的資料而已 可以接受 所以WKD是有對單個大文件中間部分 修改的情況下 也能對這修改的部分做增量上傳 你是說 它的增量是能對文件內的改動做增量的 你是說PV還是Debocated還是 Debocated Debocated 它的增量就是對整個檔案去切塊 然後做h 然後取要做的那一部分 好 休息一下好了 與你提供的 công程 這個可以接受 有無尊 的 這件事 有無尊 好 的 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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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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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遷移有兩種 一種是吃Shared Storage 一種是吃Local Storage也可以 但是有幾個蛋書 我們先來看 通常我們要支援熱遷移 通常就會順便提HA的功能 要高可用性 通常這個示意圖是這樣 就是如果VM本來放在A節點上面 A節點掛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 這個VM能夠在B節點上面開起來 這是一種高可用性 但這個是關機在開機 我現在是混著講 這個高可用性指的是 它不算熱遷移 它是那邊先shut down 然後這邊再開起來 如果你想要做的是 熱遷移是 你講到熱遷移就是 A節點跟B節點都還活著 但是你想要從A節點移到B節點 對不對 如果你是Shared Storage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是Shared Storage 例如說你的VM disk 放在A節點裡面 你要怎麼熱遷移 這個時候有一個答案書 就是你必須 平常就有開啟PVE的VM裡面 有個叫replication的功能 它會定期把這個VM的Disk Sync一份到另外一台 這個時候另外一台 就已經有一份基底的VM的Disk 在那裡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要做熱情 你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它會把A節點 這台機器最新的狀態 它會開始抄一份過去到B節點 以前在5點多版的時候 這件事情你要下Counterlight才能做 現在新版的應該是6.0.5 6.0.5 可以在Web上面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直接在Local Disk 做線上前移 不停機 所以現在都可以了 但是前移就是你必須先 要做一次replication VM的replication要先做 所以如果時間沒有 就沒有啦 你就要手動先做一次 先讓它抄一份完整的 才可以 然後台灣還有一個團隊在開發一個專案 VMWave上面有一個功能 VMWave上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什麼FT 全名叫什麼忘記了 它這個功能很厲害的意思就是說 A節點上面有拔台VM A節點如果crash掉了 B節點會直接接手 運作不停機 這VMWave有支援 但是它有很多彈書 但是它確實是有這個功能的 然後台灣有一個工研院 裡面有一個團隊它開發一個專案 就是SUJU 他們就是在KVA上面實做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 A節點 crash掉了 但是B節點會把這個VM 自動接手繼續運作 不停機 這個專案 我有跟他們有接觸過 但是我還沒試 但是我聽起來 我看他們的介紹 感覺是還蠻厲害的 叫做CUJU 我開一下網址 我認為要在PVE上面 結合它來用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就是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 他們在今年的CourseCup上面 也有出來分享 最新的進度 這有興趣 如果有在玩KVM的朋友 就可以幫我們看 這就厲害了 這個比HA還要更進一步了 而且他們宣稱 他們需要的頻寬還有效能 比VMware的FT 效能要求還低 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把效能做得比較好 然後可以容許的 限制也比較少 不好意思 你說什麼 有VMware還是太會了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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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便宜 真的是這樣 所以 因為有一些 我都用PVE 所以有些公司 找我幫他用PVE 就是把VMware換掉 其實他們換了之後 大部分都還OK 沒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有錄音 就不方便說人家壞話 因為這是他的商業定價策略 但是他可能就是會說他賣服務 或者是技術資源 就商業有商業的考量 然後開圓有開圓的好處 沒有對錯 那就是說其實開圓真的很多東西 都做得滿好的 特別試試看 MTU MTU喔 我的裡面呢 Storage對VM 我是用10G的 然後MTU理論上要加大 但是我實測完之後 跑起來還是有9.4G 我覺得夠了 我就懶得條了 可以也可以 我的效能要求沒有那麼極致 只不需要跑到9.9、9.8G 這樣子 所以預設的MTU就好了 好 這裡分享一張圖 分享一張錢包 看一下 前面提到我會把我的PVE的東西 都備份到FreeNAS 然後再用Deprecated做備份 所以這整個過程之間 備份的策略是這樣 我會在我的FreeNAS上面呢 一天做兩次快照 現在是三次了 這是舊版的 現在一天做三次 然後我會複寫到機房的另外一台FreeNAS 一天會複寫一次 現在拉到兩次了 之前上面是兩次拉到三次 然後這個現在拉到兩次 然後再把它備份到雲端 是一個禮拜一次 是這樣做 那至於快照的保留呢 本機的快照我會留兩週 舊的就清掉 因為在背機有了 那背機的我會保留一年之內的快照 那雲端版本 因為Dropbox是無限容量 我就丟上去就不管它了 就只有迪恩各位參考 除了Dropbox有沒有其他無限空間的方案 好像還沒有找到 我目前還想找其他家的 因為我是擔心哪一天Google把這個 無限的容量縮起來 要找其他地方 要找其他地方 就算是一段音樂而已 其他都沒有用 只是一支早期拿 剛才是 然後 再一支探討 喔 後面電視 這樣 最早 你多點 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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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因为平时我们制作被门从来不归乎 所以没有可能出现被门实际上是不能用的 你们有没有相关的测试超多经验 DepoCate他会回去检查备份档的问题 DepoCate是有这样的机制 那其他的说真的 我的确偶尔才会想到测试 我没有定期测试 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备份档放在GFS上面 GFS本身就有一个Squab的机制 他就去检查 所以他比较不会放着放着会自己坏掉的情况 我要提醒有些档案系统 你放久了之后呢 档案会自己坏掉 真的 真的或者有些情况 有些档案系统 所以为什么像GFS他会强调说 他会定期去 像我是35天检查一次 他会检查哪些地方有问题 他还把它修复起来 那个专有名词叫做 那个专有名词叫做 应该是吧 忘记一个名词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放了放了就某些磁碟 所以Block会故障这样 有时候可能是硬体的 有时候可能是 因为如果是Data坏掉 硬碟不会知道 硬碟会知道硬体方面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资料坏掉 就是说要靠档案系统来检查 那GFS就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有些人他的备份系统 他放在某个主机上面 然后可能放了很久 要还原的时候才发现 那档案已经故障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记得GFS有这个功能 BTRFS好像也有 BTRFS在很多社群里面被号称BugFS 问题就是说他问题很多 所以我 那也太快了吧 三天就过了 那像我家 我自己家里的NAS 我就懒得自己用FreeNAS 我就买群灰Sanage的NAS Sanage的NAS 现在就是用BTRFS BTRFS 但是他有做一些机制 对啦 所以如果你有备份檔 如果你不是放在GFS上面的话 还是定期检查一下 是不是叫保险 保险有一些工具 可以检查档案 那个 我不晓得算H值有没有效 可能 不见得能够靠这样检查得出来 对我来说一定是无条件推荐ZFS 但是ZFS不只用Windows 所以你不能拿 在一台Windows上面 用ZFS檔案系统 不过你用备份软体就没差 反正你是备份到另外一台 你这本地檔案是什么 檔案系统就没有关系 你就是备份到那里 只要那里是ZFS 把它放着 它就不太容易出问题 而且 那个 现在Linus也支援 它FreeBSD有支援 所以你找一台电脑 关FreeNAS就很方便 FreeNAS不用钱 开源的 随便找一台电脑 就可以跑起来 FreeNAS真的是好东西 只是这几年慢慢被人家攻击 因为它是FreeBSD的关系 就是什么相同性的问题 不然就是那个 改版的速度 这个真的没办法 所以可以 我就是把 FreeBSD开的 然后 然后 网络卡的话 就是那个 Refial 就是 外面上 新闻的一台 比较小 然后 新闻的话 就是 新闻的话 就走那个 新闻的话 就是 那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今天我家的 然后 其中有一次 我直接见证 就是现在就是 那个 你会的卡 它那个 上面的那个 状态的论 就像 你开了这之后 你可能 就是 你会的卡本 它才是 没有 中国其中的 你的状态 然后 后来的话 你可能就 强制的在这里 然后 让它 正常的时候 就 就我听到的 如果是在 VM裡面 跑FreeNAS 通常就会给它 虚拟磁碟 如果是让它 穿透直接去用 实体的 磁碟 或者是通过 这个 Reka或Control 的话 就我听起来 都会发生很多 奇怪的问题 如果你是用 穿透去控制 硬碟的话 对 我听过的 也有这样子的 也是有 它们也都发生灾情 好像 它有一个就是 老的RED卡 对于 新的EBI的 固件 认识是 的 就 一定得 看 Lyta 背景 因为 那些RED卡 哪些 都要用的 OCO 去做 HBA 福音浆石的话 我都是用实体机 配HBA 卡 我也会把 福音浆石 裝在虚拟机裡面 但是单纯只是拿来提供服务 例如提供 CIFS的服务 然後檔案就 就不会放太大的 做檔案伺服器用 忘记了 已经买好多年了 我就忘记那时候 他的名称叫什么 沙漏 幸福补 Essa人 他那是 昨晚当时 那家人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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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石子 你是不是這樣講到買iPhoneShare來騎到什麼方案 PingShare PingShare 我是沒想過這件事情 我就是拿其中一個帳號去做一件事情 其實他什麼事都不做 因為之前有聽說有一些學生就是去買這種方案 然後好幾個學生一起用 結果用一用後來就被Google發現然後就撤掉了 至於細節是什麼我就沒有了解 但是我聽過這種事情之後 我就單用途了 好像又看不同的服務 喔對他存著也是要放錢 衣容好像也算容量 衣容量算錢 所以我現在才擔心萬一他這個服務不這樣怎麼辦 所以要找替代方案 不過這個真的是 我是怕他以後把這個功能限鎖不給你無限的這樣 可是因為Google有時候你就知道他有時候會忽然把一些東西收起來 以前我有一個朋友 以前我有一個學生他開發一支APP 以後來我想要叫他繼續弄他沒繼續弄我覺得很可惜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這樣的方案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這樣的方案 他們開發一支APP 就是你可以在手機上面設定好幾個雲端空間 例如說你把你的Google Drive射進來 One Drive射進來 然後抓bug射進來 射進來不是重點 對你來說這APP看到就是一個很大的儲存空間 他把它全部加裝起來 然後他怎麼放置他自己會去管 現在還有這樣的東西喔 他那個APP當時是做免費的 本來說要開圓後來就沒搞了 不然就蠻方便的 他有幾種模式 一種是類似瑞德領全部合起來 一起用它自己分散 另外一種是可以指定他做鏡像 幫你的雲端空間做鏡像 因為沒有經費 為了省錢已經做到極致了 那個雲端這個方案 我真的找不到更便宜的人 但是我還是想要找備案 因為Google的不良案例實在太多了 忽然把某個方案收起來 服務收起來 真的是超紫划算對不對 而且剛好Deplicate又可以做這件事情 之前我本來想要Arcone的時候 就是要丟雲端 就發現Arcone很多很麻煩的東西 你要備份麻煩 你要歡願也麻煩 所以最後就沒辦法用了 所以運氣很好 我本來最早Deplicate 你自己是拿iPad S3用的 那在中國有什麼替代方案嗎 無線空間的 無線空間 這製作軟件比較長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常見 所以會用Bing IOS 然後Bing IOS 然後Bing IOS 你能夠管理的開 所以可能說 你在管理的可以頭位 然後要他自己這樣 才能慢慢把你管理 比如說管理還空間的 一個空間來做開 在那兩個時間上面有比較好 哦 可是也只有Google啊 只有Google還要煩惱 所以我另外一個計畫 就是我在買一台 就買一台二手的主機 然後硬碟差多一點 裝FreeNAS 然後把它丟到那個 例如說 公司宿舍啦 還是比較遠的地方 就找個地方丟這樣 我之前就是有這樣子 我丟在我們公司的 另外一個工廠 那個工廠就是 為了放那台機器 還要幫他裝個冷氣 然後還要幫他裝個門禁 然後最後發現沒有比較省 對 還要裝UPS 還要裝UPS 然後為了他還要裝一個監視器 有 也有在想 然後又要找便宜的分租 然後他又要算那個網路費 然後又要算那個 那個REC的費用 然後算一算 好像也 還是一個月還是要將近差不多一萬塊 沒有監視器 本來監視器 我們要再加一個鏡頭 把它接進去我們的DVR裡面而已 但是監視器 還是要一兩千塊 好 這件事情我也幹過 我們曾經呢 我們公司是一棟大樓 就是類似像這樣 然後可能在1.7公里的地方 有另外一個當時租的辦公室 我就用無限對打 我買的那一組是可以對打20公里的 然後後來就一個問題 台中空氣不好 然後不然就是下雨 要不然就是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就變得很慢很慢 最後我就放七圓 所以我就算了 有 這個方案我也試過了 然後更慘的是後來 從這裡到那裡直線距離 也一棟大樓蓋起來了 那邊下雨線距離 那邊關會上 太累了 太累了 所以現在還在找 看有沒有其他 除了Google站之外的省權方案 還在找 就我問 我如果說的話 這樣子 我就會在南非要放兩次 我放到 喔 那就 對 那如果很不然的話 你如果做這份的話 你可以來看看 然後 對啦 就像Debocati丟到雲端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那邊 如果那公司那邊有人可以維護 那就 沒什麼問題 做備份 就盡量找省錢的方法 可是 時代機會遇到ED備份問題 還是要有人把它送到ED去 對啊 時代通常我們會拿來做ED 對啊 時代通常我們會拿來做ED 其實時代的主要問題是 你要想辦法時代 能力做嗎 對 還要人工 對 還要人力 對 還要人力 所以 所以 但是他們會人工把他送到ED去啊 因為像銀行 對 有的還要用磁碟 但是他們會人工把他送到ED去啊 沒有 那個其實 因為他的磁碟 他沒有 他沒有 他自動 他自動 對 他的自動 出來之後 然後 他們有的銀行 他還是會把磁碟送到一邊過去 所以有的銀行他不是用磁碟 他是一樣會用磁碟 現在好像有的都用磁碟了啊 那是磁碟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用熱磁碟 直接這樣上 就比較棒 那是磁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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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碟 磁碟 直接這樣 上過去線接下 然後就可以來做熱磁碟 鑽熱磁碟 然後他直接下線 直接跪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下去 那下去下去 有的銀行可能用比較磁碟 他可能把它磁碟 直接跪了 裡面的資料 但是在上一個磁碟 對 那有的可能就是上兩個磁碟 但直接跪下去 然後就開始分開 所以是磁碟 不懂得磁碟 這樣又有個問題 那個機器多少錢 然後要花多少人力做這件事情 他其實重點就是 那機器也整理 因為你其實 因為這些是否定的機器性的 那因為銀行機裡面的 機器整個機器的開發來 就有問題 很重要 但是銀行的數據量很大 所以他們的機器相對比較對調 所以就知道 你要看 因為像他們其實規分什麼 其實不便宜 以台灣的法會來講 其實他們每天要說 每天的規定說 還要付費 還要越來越來越 然後台灣的法會規定 你的會計資料的話 怎麼可能請 九年還是請人網站 一定要保證 所以他每一年的資料 一定至少每一年的資料 運輯資料 一定要往總統上寫 所以你每年每年每年 你都要來看 其實他的那個 這一份的 其實是不考的 其實都是這個問題 其實都是這個問題 全能解決後 這是一位原理 如果銀行機的話 就是 想不拿下來 理念棒的 那樣是 每年從來 他們其實 他們還會去做 因為他們其實銀行 基本的那一方面 他們還會去做 就是 他們要去做 那個 萬一 隔離下來的時候 他們還會去 還會去 他們其實 還會去 還會去 然後 硬實在在可能 半年或多久 只會去去去 看你會去去去 因為銀行 他交易量很大 台灣其實交易量 其實就已經算不少了 但其實他還花了 KPM那就是 他整個都已經找回來 所以他在等時間沒 那之前我知道 他們的官員大概 三個小時沒做 因為被吵 吵到 一定要聽過來 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之前做過 我還沒用Debocati之前 很久以前 那時候我是 備份呢 我是寫皮次檔 然後呢 我會買一個USB 3.0 你的外接硬碟 長得很像烤麵包機 就把硬碟插下去 然後 我就寫皮次檔 把東西背出來 之後呢 我在人工把它放到 防潮箱裡面去鎖起來 然後後來有一次呢 一年後 我想要拿來測試一下 硬碟拿出來發現呢 裡面很多檔案都壞了 所以現在都用網路 輕鬆 要不然每天在那邊插硬碟 然後把它放回去 還滿累的 欸 剩下一分鐘 好 便當是不是來了 各位人生的難題 得到了解答 參加研討會 通常有兩大難題 第一個是吃飯 第二個是廁所 好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吧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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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